看完这部电影 才知道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 明明是爱的情侣 现在却恨不得打对方一巴掌 男人谈了七年的恋爱 从上学到上班 小玉看见周围的人都已经结婚 她第一次向男友提出这个想法 和潇洒刚毕业上班 现在什么都没有 打拼了这几年 男人才出了六万块 她想再等等 可孩子等不了 原来小玉怀孕了 已经两周没来立嫁 潇洒听完是又惊又戏 那妈答应和小玉结婚 隔天就到丈母娘家里提亲 听到潇洒只有六千的工资 存款才几万块 丈母娘是各种嫌弃 担心自己的宝贝女儿出去受苦 而且结婚这种大事 还得父母做主 说完就下了逐客令 让潇洒回去准备 潇洒回到家中 刚准备说出结婚要钱的事 男方父母总以为女孩会更定自己的儿子 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除了她别无选择 现在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有些里能少就少 尤其是听到小玉已经怀孕 潇洒妈更是开心 到了双方父母见面这天 男家都把七大姑八大姨叫来助针 刚开始一片和睦 潇洒和小玉提出旅行结婚 现场瞬间炸锅 两边都不同意 结婚不请客 传出去实在丢人 对于他们来说 结婚更像是一场买卖 双方都想多占便宜 小玉妈提出婚宴必须百事乃捉 至于拼金随便给点三五十万就行 不能让自己没了面子 潇洒被吓得差点噎死 而老妈丝毫不慌 放出大招 所有的饭店的全都已经订满了 到时候如果真的找不到饭店 小玉的肚子大出来了 那就不好看 是啊 最终两家不欢而散 小玉妈回家骂女儿不争气 未婚先孕让自己丢了面子 小玉此时还在为男友考虑 说潇洒是真的没钱 可老妈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她 好在脑爸比较开明 最终同意潇洒聘金分期付款 宴席降到四十桌 父母这边终于搞定 男人到民政局领证 在这又遇到新的问题 女友不想结婚后和公婆住在一起 那样没有私人空间 男友却说自己父母年龄大了 需要有人照顾 而且住在一起没什么不方便的 听着前人的经验 小玉更加确认要版图去住 潇洒硬着头皮回家和父母摊牌 母亲听完就哭着要自杀 有了媳妇就不要娘 好在老爸比较理智 当年潇洒妈和自己结婚后 一样要求搬出去住 也没孝敬过父母 尽所不欲 五十余人 到了找房子阶段 当时香港的房价根本买不起 小两口想着住一个小一点的 等后面过度 没想到一个二十平的小三室 月租都接近三千 厨房只能放一个锅 上个厕所还得把腿伸出去 床还是缩小版的 潇洒说自己会拼命赚钱 买个大房子 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 讨论到孩子 两人又产生分歧 小月坚持只剩一个 无论男女 潇洒却认为必须有儿子 后面两人继续筹备婚礼 潇洒为了省钱 拍婚纱照时选择最便宜的套餐 婚纱是仓库里的存货 西装是儿童缩小版 小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 穿上后瞅得像一个春姑 还被其他人嘲笑 小玉十分委屈 最重要的时刻 就穿着生锈的婚纱 她接受不了 自己人了这么久 这次必须换个新的 解决了婚纱还有婚宴 可潇洒手上已经没有钱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借了八万块的高利贷 一桌酒席八千八 潇洒被吓得手足无措 内蒙让老板推荐最便宜的套餐 能吃就行 潇洒叫来双方家长试菜 当菜上了桌 所有人都傻了眼 这是一桌价值八百八的婚宴 看似包装华丽 还有经理贴心服务 主菜却是豆腐豆干炒豆芽 穷穿到极点 岳母当场暴走 就算盛米煮成熟饭 也不能这么敷衍 这些东西怎么能拿出来招待客人 实在气人太甚 小玉健壮 连忙为男友狡鞭 是他让潇洒节省一点 可这句话也得罪了婆婆 自己虽然不是大伙人家 但亲戚朋友好歹也有头有脸 点这些菜 岂不是打自己的脸 如今小玉里外不是人 潇洒站在身后不敢出声 为了弥补小玉 潇洒拉着笋友来到珠宝店 想买一块便宜戒指 可听到价格 他又傻眼了 笋友出了一招 买一个假的只要八百块 只要对小玉谎称 这是从财务界的八万块买的戒指 后面每个月还高利贷的钱 就可以解释 小玉也一定会感动 两全其美 与此同时 小玉发现自己来了例假 原来怀孕的事是一场乌龙 但她现在不能告诉潇洒 婚期将近 不能节外生枝 两人共同装饰着新房 小玉花了半月的工资 买了一块高档手表 潇洒虽然愧疚 但还是送出那枚假戒指 说以后每个月都要还三千 自己会去工地打散工还贷 小玉十分感动 男友虽然有很多缺点 但有上进心就还有希望 小玉心疼男友的不易 于是说出没有怀孕的真相 谁知潇洒突然变脸 怪不得你那么好心了 买手表给我 原来你做贼情绪 潇洒越说越生气 把自己买假段階的事情 说了出来 他责怪这全是小玉的错 如果不是他假怀孕着急结婚 自己的生活就不会变成一团糟 又找房子又卖车 如今欠了一屁股的债 连儿子也消失不见 小玉终于看清了 这个男人的丑陋面目 为了孩子才愿意结婚 遇到事情只会逃避 两人大吵一架 潇洒为了面子 坚持和小玉结婚 演完这场戏 婚礼现场 新拿新娘脸上 看不到一丝小容 后面经历过各种小插曲 编剧还是安排两人和好 可他们真的能走下去吗 最后婚礼是靠着 家人和朋友帮助度过难关 可婚后哪一样不需要花钱 为了所谓的爱情 小玉委屈自己 心想只要男朋友上进 以后肯定会出头 可现实就是贫贱夫妻摆设爱 整天为了柴米油盐发愁 没有经济基础 真的不适合结婚